願更多的人也和我們一同 來揭曉放生日日俗 一世紀心動 保護其他的生命 保護我們生存的環境 願各位多多打開 生命電視台 接下來請收看 海濤法師 紅髮型 見到你笑 微暗的天空變得晴朗 跟著你笑 幸福充滿整個心房 毀掉所有驕傲 留下慈悲的溫暖 睡醒擁抱分享 有樂伴一起跳 才能放回出力量 見到你笑 見到你笑 兩方的燃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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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的燃燃 好 大家阿彌陀佛 好 因為我們難得有機會 因為我們難得有機會 特別在 燃燃燃 因為人不見年紀大 所以一輩子這種思想 修行已經成為他自然的語言 那當然我認為這是我們勸缺的 所以站在我們漢傳佛教大家 努力放生 努力厭供 努力辦法會 努力找很多人 他們覺得很有意思 但是呢 碰到問題卻超越不了 也就是說我們 還有強烈的我質等等 那當然 一個人要成佛 那一定要證悟 就像常常講 聽聞 感受 聽聞以後要去經驗 所以才能夠了悟 證悟 這個空性的意義在那裡 那簡單的 反過來說 會煩惱就是沒空性 那為什麼會煩惱 因為有我指 乃著法治兩種執著 那這裡面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判斷 無論你在做什麼事情 當你起煩惱 那你就錯了 不管什麼事情 生老病死 被開除了 今天有人拿著槍抵著你的頭 叫你去吃肉了 然後你會起煩惱 那就錯了 因為吃肉還小事 你起煩惱又大事了 因為吃肉不是你主動的 所以別人找你麻煩 也不是你主動的 但是你內心就隨時準備起煩惱 就像說這個牆壁不找我們麻煩 但是你不喜歡它這個顏色 或怎麼樣 那你自己就起煩惱了 所以 當然能夠有空性 然後才真正叫發菩提心 那當然發菩提心 在藏傳佛教的理論 一開始叫怨菩提心 我願意稱佛 因為我看了地藏經 很好 那你就要去實踐 叫行菩提心 那可能按照華燕經 很多菩薩界的戒本 六度波羅蜜 那最後你才可以達到 正悟的 我們叫聖意的 菩提心 我們 漢傳佛教叫明心菩提 就是你已經 有這個明空 早上所提的 這個專業名字的 這種狀態的菩提心 那個時候才真正在行菩薩道 就像地藏菩薩 視線成菩薩 讓他真正的 在行菩薩道 那當然這種要求非常好 就是說 既然我們要真正 受菩薩解發菩提心 那你要找到 最殊勝圓滿的菩提心 但是為了如此 所以你要 開始修慈悲心 不過各位今天 聽倫波切說 強調了非常多的幾次 叫持無量性 那仁波切本身實踐得很好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 只要他看到我們 他就笑啊 他就不分大大小小 給你問訊啊 給你牽手啊 當然很多信徒來過說 人波切對我很好 我說沒有他對每個都一樣 不是對你這樣而已 所以 因為他這個是 無量 因為他竟然強調了 他有在做 所以在這一點 各位可能沒有在做 所以現在開始 假設就是說人波切說 他只要看你一眼 那你就要開始笑 這樣了解嗎 你要開始培養這樣 那 因為特別我 像我 各位都知道 很多人在機場都認識我 很多出家人 我第一個就一定笑 因為我知道我都不笑 那個叫臭浦也 那個法師 他就造口業了 但是我發現我旁邊的法師 很少笑 與我無關 好 所以我都會 這一點各位 你要開始修 就剛剛早上講了 來做生俗惡眾 出家也好 在家婆少也好 在道場裡面 我們是要來把 奉獻生口義的 給三寶 那首先我們叫 修慈心 那這個慈心 早上有強調了 一切眾生都是真實我們的父母 幾乎很少人 也不會很少人 有人看到父母不打招呼 對不對 不微笑不趕快過去的 除非是恨婆婆的媳婦 所以 那當然是一個不好的狀態 但是如果在我們道場 他書拿多也好 不能拿書也好 他吵吵鬧鬧也好 你還是要用微笑 爸爸失智症嘛對不對 失智症你要對他 他在那邊大小便 你要對他微笑 因為你如果不修這個慈無量心 用這個對跟錯的慈 來衡量對方的時候 那你內心又煩惱了 又痛苦了 所以 當然在這一點 也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行菩薩道 然後我們要去服務眾生 並不是因為我們無聊才來出家 或是因為家裡沒事 所以我來做義工 那今天在這邊說 並不是跟各位說 而是說 我們各自回到我們的道場 我們應該把仁波切的 既然各位來聽法 我認為 任何一個世間的老師 講了一個鐘頭的話 裡面一定有五分鐘可以拿來用 這樣就好了 那這一點你要抓住 也就是說 就像我很欣賞仁波切講 他可以眼睛閉起來一直說 這個就是我師傅講的 叫自性流露 因為這個法在他心裡面 對他來講 他跟法合為一體 他不用看的東西講 所以 而且他是在禪修的階段這樣講 因為這是禪修般 因為仁波切的強項可能就是禪修 特別是無量性的觀修 這是他的特色 就像我想 每一期的善之士 他在不一樣的因緣 會實現不一樣的教法 就像達摩祖師 他實現的是不利文字 以心傳心 但是很多人問說 為什麼達摩祖師不辦老人院 你不能問這個問題 你不能說我辦老人院 我看不起他不辦老人院 因為在那個因緣時期 他必須用什麼法 因為那時候中國已經到處都在做善事了 皇帝帶頭 善業沒問題 這些蓋世廟供養出家人沒問題 但是缺乏了一個空性的認識 所以達摩祖師這樣 視線 包括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代 他也沒有辦老人院 但是在那個時代 他必須把所謂的教法 是身體霸准到這些教法 留下來 而不是說 他為什麼不圓滿 事實上我也認為 佛陀從沒有間断的在輪迴 在不一樣的時間 去視線 這個叫對峙法 所以這一次我特別請各位來 因為我發現我們大家勸缺這個 所謂的一種 慈心悲心菩提心 帶入進入聖觀空性的 修行的師兄 那 而且我們勸切一個 仁波切的微笑親切 這樣 這樣去對待別人 那當然 那有人跟我說 仁波切有其他人沒有 你太挑剔了 你學有的就好了 你要找別人問題的話 那 就 太痛苦了 所以 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 我們這個團體還算年輕的團體吧 然後 我們有這麼多忠心 哪怕在世界各地 那當然各位也看得到 我們故意很努力的 在世界各地 一直跑 那希望每個人都能夠去承擔這個責任 那我想 這也是我們修行 是各位願意來佛教幫忙的目的 我們不是在個人的成功 而是希望 在佛教裡面 能夠起一個加分的 而沒有負面的作用 但是 所有的問題都在自己身上 因為我們還有煩惱 那為了要消除這個煩惱 那各位一定要真實地去修 立他的慈心悲心 發覺立他的菩提心 然後讓他成為我們的呼吸 保持這樣的狀態 以這個為前行 然後呢 又能夠保持政治正念的思維 理解空性 所以 慢慢我們也會達到一個 接近空性的狀態 那以接近空性的狀態呢 能夠真正地去 快樂地去慈悲 而不是有壓力地去慈悲 那個都叫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是在正的空性以後 像觀音菩薩叫大慈大悲 所以大慈大悲 那你要存十種心 叫觀音十心 各位都會背了 在大悲中的前行 大慈悲心 平等心 無畏心 空觀心 到最後的第四個無上菩提心 那各位要把這個 希望達到這樣 去幫助別人 那在這一點可能要 有一點時間 我想下午等下仁波切會叫各位一些禪修 然後也留一半的時間問問題 但是問題最好不要脫離這個主題 所以這一次問的問題 都不脫離仁波切講法 或代表我們禪修的內容 來 就是說因為你要去做